本片中有很多他生前的珍贵影像 他说 我是一个普通党员 我永远是人物的战士 1950年9月30日晚 中国驻瑞典大使耿雕 在斯德哥尔摩大旅馆 举行国庆招待会 这是新中国在西方国家举行的第一次招待会 彬彬有礼的贵宾们举起香槟酒向耿雕祝贺 阁下是伟大国家派来的伟大的大使 耿雕举起酒杯 笑容可具地回敬道 我本人谈不上伟大 比起国家和人民来 我只不过是一个士兵 这是新中国外交官首次在西方世界亮相 新中国成立后 中共中央从转战南北的兵团级指挥员中 挑选了包括耿镖在内的十几位将军 担任驻外世界 那是没有地方上的干部 你地方还没有落下来啊 还是在整队 其间刚刚 有了权贵的争权啊 权贵的争权 都需要在军队里面把干部排在地方上去 不考虑从地方都干不上来 新中国坚持和平的对外政策 他的外交方针 用毛泽东主席的话说就是 另起炉灶灶一边倒 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 过去外国力强 强架在我们身上的 那么多的商城路股的不平等条约 都要彻底飞制 彻底飞制以后 我们根据我们自己的外交政策 重新开始 从各国建立平等的 友好的合作关系 特别是木林的友好合作关系 这些身经百战的将军们 谁都没有当过外交官 对真正的外交工作几乎一无所知 负责新中国外交工作的政务院总理周恩来 决定把这些即将赴任的驻外大使和夫人们集中起来 进行半年的强化培训 祖宗宗的讲过课 给我们讲 祖宗司宁也讲 都去讲过 还称一些让外交官 譬如说 我外交部办公厅有个富士人 东北人 叫延报航 延明府的爸爸 他当过 海神外的 领事 在欧洲也当过 国民党时期 他对我们将外交理解 女外交官胡继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曾当过驻苏联记者 有过使馆生活的经历 他的重点是在夫人们身上 手把手的 教这些从山沟 农村和军营里走出来的女干部和女军人 如何化妆 如何穿旗袍 如何穿高跟鞋走路 因为我们的思想不通 现在部队了吧 大概都是跟男同队一样的工作 到这来嘛 就是要当富人 还有开旗袍 还有这个 吃西餐 所以我们觉得不太 思想不太通 当时就请了好多人来跟我们讲话 做报告 就是说这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也举了很多利益 邓达自己亲身也讲过 当时他本来的地位很高了 他去了以后也当夫人 那么我们就比较容易思想不通 6月12日 将军大使们提前来到中南海勤政殿 毛泽东主席将在这里 接受波兰大使米哈伊洛维赤递交国书 将军大使们等候的小屋和大厅隔着一排纸糊着的屏风 有人想了个办法 悄悄地在窗户纸上 用铅笔戳了一个小孔 向大厅里观看 递交国书仪式结束后 毛主席幽默地说 将军当大使 好 毛主席幽默地说 第二个人 你们的上市国民是 说一点 这些东西不是学不到的 外人不懂 你可以学 1950年5月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瑞典王国建立外交关系 6月28日 毛泽东签署任命书 任命耿彪为首任驻瑞典特命全权大使 同时 任命他为驻丹麦王国特命全权公使 很快 毛泽东又任命耿彪为驻芬兰共和国特命全权公使 使他成为一位一人任三使的职业外交官 1950年7月28日 耿彪离开北京复阵 我认为耿彪是 想的是 跟我们教育的是 跟瑞典 如何好好关系 如何标识 我们中华民族站起来呢 他脑袋是这个 即成吉国说 我守坏标扬 大家投一会儿啊 更标一行 用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 才到达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 完成了新中国首次在西方国家递交国书仪式 展开了新中国对资本主义国家最早的外交活动 为扩大新中国的影响 耿彪与瑞典王室 政界 军界 经贸界人士 广交朋友 你这一见到我的时候 你只能参加过长征呢 你国家是带个兵的 他得了解 那个将什么将军 我们说我们军线美典 什么将军 我们是当个兵团去 那么一个兵团有多少兵呢 那里面都有十几万 他没有权贵还没有十万 他就觉得你是很高的地位 在瑞典当大使 耿彪经常自己开着车外出办事 据说在当时 中国驻外大使中 能开车的只有他一个人 在外交界 人们称他是掌握方向盘的大使 而在耿彪看来 真正的大方向盘 是我国的外交路线和外交政策 在这个原则下 耿彪竭尽全力 努力施展自己的才能 写了一系列的好的报告 其中特别要提到的就是 关于绿电钢铁工业的发展的情况 还有呢 就是呢 这个单外的风被发电的情况 芬兰的造灵的情况 总结了他们的经历 同时呢 也注意啊 带过去了 一些他们也承认的教训的所在 不仅有正面的 也有另一面的 这些报告送回来了以后 深得中央的肯定 也受到各个有关方面的重视 在瑞典的第六个年头 邓彪收到中央的一纸调令 任命他为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 巴基斯坦 处在我国和西亚 欧洲 非洲之间 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当时 帝国主义把它作为 对我国实行军事包围的重要环节 而发展中巴友好 则有助于打破反华军事包围圈 无疑将有助于挫败帝国主义 对我国的全面封锁 打开这扇西大门的担子 落在了耿彪的身上 在耿彪和中巴两国历届使节的努力下 中巴开辟了陆地和空中的交通线 而且还开通了 中国经由巴基斯坦 通向中东 欧洲和非洲的国际航线 就这样 毛主席关于打开西大门的战略意图 终于得以实现 巴基斯坦政府首脑 军阀管制首席执行官 穆罕默德奇亚哈克将军和夫人 到街场欢迎中国客人 新乡的鲜花 表达了巴基斯坦人民的真挚感情 今天中巴之间的全方位的友好合作 也是我们讲的一种中巴之间的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的建立 应该说 跟彪同志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这方面 他也是要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17年后 巴基斯坦总统奇亚哈克 授予耿标 巴基斯坦心悦勋章 耿标在北欧和巴基斯坦两任大使中的优异成绩 得到了周总理的赞扬 1960年1月 耿标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 负责主管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的外交业务 这期间 耿标参与领导了中国与缅甸 尼泊尔 阿富汗 巴基斯坦等国边界条约和边界协定的签订工作 这些条约和协定的签订 不仅是中国和这些邻国有了一条和平和睦稳定的边界 而且因为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 以及在不同制度的国家间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树立了良好的范例 提起这段往事 时任驻缅甸大使翻译成瑞生记忆犹新 为文化处指挥 这就是奈蒙 他们两人率领三倍 六十多人代表他们 这个组织工作 外交部要抓这个组织工作 所以革命部部长 他也亲自来指挥这 我相信他就像指挥个藏员一样了 这很成功 后来 周总理亲自率领一个由四百多人组成的中国代表团 对缅甸进行了成功回访 事后 缅甸总统授予耿彪一级英雄荣誉勋章 这一年被称为和平友好条约年 三年后 在中南海西话厅 周总理对耿彪说 为了加强我国和缅甸的友好关系 支持缅甸国内正在进行的和平谈判 以及其他一些原因 毛主席指示 派一名副外长去接任驻缅甸大使 除了因为你符合毛主席提出的 政治上要强 最好懂军事这个条件外 还因为你熟悉缅甸的情况 林兴前 毛泽东主席 刘少奇主席 陈毅外长 都分别对他做了指示 就这样 已是外交部副部长的耿彪再度出事 担当起了中国驻缅甸大使的重任 由于耿彪的动作 掌握政治非常好 所以中美与好关系 继续的 我刚刚讲不是高少 继续的发展 所以在这个期间 周总理你看是 党了四次制作 刘少奇主席 在66年4月 接着长远 国家和政府领导人的友好往来 是两国间有意发展的重要内容 和明显标志 中美两国目离友好 达到新的高峰 也使帝国主义 企图把反华包围圈 扩大到缅甸的阴谋 未能得逞 1969年5月6日 中共中央任命耿彪委 驻阿尔巴尼亚大使 这天晚上 周恩来总理 专门找来耿彪 对他说 派你这位中央委员 去任大使 标明我国对发展中阿关系的重视 中央对阿的外交方针士 加强团结 有好合作 增进友谊 并肩作战 一个星期后 耿彪 率政务参赞林中 和五官丁山三人 抵达阿尔巴尼亚 耿彪没有忘记临行前 周总理的嘱托 更没有忘记 作为一名特命权权大使的责任 渐渐的 他为我国对阿的援助问题 深感忧虑 我得觉得我们的援助太多了 他死好了很久以后 他就是本职都献出了 就是说不行 我一个共产党人 当新人 拍我到这儿来看 我如果我不能够 就这样子委屈下去 于是 耿彪把自己的想法 写了一封信 报告给了 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乔冠华 提出了对友好国家 进行援助 要量力而行的建议 毛主席看了信以后说 耿彪是好大事 敢说真话 这人 这个评价 都是不简单 有一句很有名的话 至今 外交部很多老同志 都是经常 要跟年轻同志 介绍强调 叫做挺着药杆 干外交部 就问出什么 我当然要挺着药杆 干外交部 但是我体会 这句话是有着非常深刻的内涵的 它体现就是作为将军大使 作为外交使徒 它首先就是要终于祖国 终于党 终于人民 要无限地奉献自己的一切 而且呢 要坚定地 坚决地 维护国家的尊与 民族的尊与 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 党的万事工作 几乎陷于停顿状态 为了恢复党的对外联络工作 1971年1月 耿彪被任命为中联部部长 耿彪同志呢 从1971年到1979年 在中联部 在文部 担任部长8年 这8年呢 恰恰是我们中联部 艰难地走出了低谷 在中联部 耿彪同志积极倡导和建设 忠诚敬业 求识开拓的工作作风 后来 这8个字 成了中联部的部风 在开展党籍关系时 耿彪提出了 独立自主 完全平等 互相尊重 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 这些原则 在党的代表大会上 被正式确定为 党的对外联络工作的 四项原则 1976年 在党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斗争 进入尖锐化的关键时刻 耿彪直接参与了 粉碎四人帮的伟大斗争 10月6日 耿彪受当时中央主要负责人 华国锋之命 到中央广播事业局 执行控制电台 电视台的任务 为确保党中央 同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斗争 取得彻底胜利 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个人是 这不是 你们这不是要控制好 另外一个人是 那个发 一个发动机 在那个机器那地方 弄好 还有几个重要地方 弄好 这样的 都交代完了 控制的人来了 所以生活 到了完了以后 还有生活问题 我说呢 根表呢 已经到四地得中了 我说根表呢 咱们两个人 你先去休息 我在门口 那地方没住的地方 在这个办公室 没住的地方 以后 找一个两个人 找个散布 一个人在那里休息 当天夜里 耿彪就在中央广播事业局的 办公室里 架起了行军床 像一位整个待旦的战士一样 随时准备处理突发情况 三天后 万分紧张的家人 才收到一张报告平安的便条 后来耿彪彪统治嘛 就 中央 正系定了 叫中央 选串口 选串口的负责 就是 耿彪统治 当时 梁宝 乙堪 都在耿彪统治 集结领导下工作 1978年2月26日 耿彪参加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负责协助邓小平和李先念处理外交事务 领导和协调各对外部门的工作 优优独播剧总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